都是哪些国家反对我换皇上来着 回太后 一共十二个国家 那就向这十二个国家发布宣战诏书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我大清不是好惹的 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 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朕是痛心疾首 朕要做一国家愧对祖宗 愧对天地 朕恨不得自己罢灭了自己 还有你们 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 你们就那么干净吗 你们给朕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我问一句 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项羽河吗 还有一句是连小燕子都不知道的 朕自登基以来 西平准高尔大小金川 南定台湾缅甸安南 年年征战年年花钱 可是打仗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可是银子它禁不住花呀 为国保土乃当朝一等大师 朕要再定安南 缺饮百万余粮 为爱情 有什么办法呀 圣祖人皇帝把大魏传给我 你们当中 有人没有想到 这不奇怪 很多人都认为当皇帝是件乐事 可是据我看 这是天下第一号的苦事啊 你们中有谁愿意做这个皇帝 今日当众说出来 我让位给他 朕的这些干戈肺腹之言 就是说啥也有人不信 但朕的心 天知道 朕大清金戈铁马入驻中原 子帝国已二百余年 先祖康永前三朝称雄天下 如今 江山在我手中却日渐推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绿炉